马来西亚雪兰鹅州蒲种一家夜店外发生了爆炸 导致了8个人受伤 警方的初步调查后表示 事件与恐怖袭击无关 警方在今天凌晨3点接到报案后 赶抵事发现场 并在周边拉起了封锁线展开调查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手榴弹的碎片 推断嫌犯时将手榴弹抛在了夜店外 导致现场发生爆炸 夜店的玻璃大门被炸碎 地上血迹斑斑 案发时夜店已经打烊 但还是有超过20名顾客在观看球赛 所有的伤者都是顾客 业者和员工并没有受伤 爆炸发生之后 伤者被立即送往医院 警方目前正在追查嫌犯的干案动机 并调阅了现场的壁录电视 警方也强调这起爆炸案 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无关